音樂 這次的專利名稱是高對比影響影像 大概2、3年前開始做到 主要是因為覺得可能在搖廁影像 還是人物風景影像 還是醫学影像影像的話 常常發現有一些 暗部的指尋或說過部的影像之類 所以我們想要用一個方法 可以同時暗部跟細部的影像做真相 而且可以保留原始影像的色澤 不會讓它有一些失真的確定層次 我們特色主要有四種類 第一個特色是可以同步呈現 亮部跟暗部的細節日式 第二個特點就是我們的方法 可以保留H的奶質 保留H的意思就是它可以保留色度 保留色度的話就是 我們原來顏色是紅色、綠色或藍色的話 我們做完之後顏色會變亮 第二個的話是保留色調 保留色調的話就是說 我們原始的顏色是暗紅色的話 我們做完了是暗紅色 不會變成亮紅色 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雖然我們的方法是高對比 產生影像跟影像是用在產生影像的 所以我們的方法 也可以同時用在微鏡影像上面 第四個的話就是說 有些人會問說 我們這個方法跟HDR有什麼差異 因為目前HDR是算我們任何方法 可是HDR的方法其實也是 它需要多張的影像 我們的方法是只要用單張影像 我們就可以做影像的影像 這個高對比影像增強的話 我們可以用到各式各樣影像上面 像窯冊影像上面 像人物風景影像上面 還有那個醫療影像上面 還有那個數位頂藏 比較有那個股瘦需要修補的影像上面 比較有那個股瘦需要修補的影像上面 還有一個股瘦的影像 我們可以用來看看